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第21集 那今天我們來問一個網友的小提問 那這網友問說 常常在咖啡店看到咖啡師 他可能在磨下一批豆子之前 會用一點點豆子兩三顆四五顆 先進磨豆機裡面把它磨掉 然後保持磨豆機的清潔 這個動作是有沒有意義呢 在居家來說有沒有必要使用 那以學長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這個動作其實是蠻不錯的 因為其實磨豆機裡面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殘粉 任何的磨豆機都不可避免 無論是2000塊一台還是10萬塊一台 都會有殘粉 只是說多寡而已 所以如果你的研磨的時間拉得比較長 每天只磨一次 到了隔天的時候 裡面可能有一些殘粉 它可能已經氧化了 它的味道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或者說你的平常清潔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仔細 沒有每次拿吹球啊 或是沒有每次都拿 毛刷去清潔的情況之下 可能就會有一些殘粉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稍微拿個幾顆咖啡豆呢 讓裡面的刀盤把舊粉 推乾淨以後再磨下一次呢 這個動作本身當然 可以讓你的研磨環境變得 更理想一點 那這也是很多咖啡店 他們的一些堅持啦 因為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即使是我出杯頻率很高 但是因為我希望每一杯的風味呢 都更精準 所以呢我就用這個方法來洗磨豆機 就可以看出咖啡店它對風味的一些要求啦 所以這個動作本身我覺得 蠻鼓勵大家的啦 那中間呢可能會涉及到一點點浪費的問題 這個豆子明明這好豆子 把它磨掉會不會很可惜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想一想 一般來說 我們買的豆子大概可能是半磅豆 就是225克啦 以學長來說呢 就是20克左右來使用的話呢 都會有個5 6克 一般店家不會少給會多給一點點 5 6克的豆子的 多出來 那你既然利用這5 6克的豆子呢 然後把它分成幾次 來幫你做清潔的話呢 其實你也不太會浪費啦 因為每一次有一點點的量 但是呢這個動作也可以讓你的 風味保持得不錯 所以學長也鼓勵大家來做 尤其是你目前要磨豆子 跟前一次磨豆子 它的烘焙度 差比較多的時候 尤其鼓勵大家做這些事情 譬如說你上一把豆子可能是深焙 那這一把豆子可能是淺焙 它的味道的互相干擾程度呢 就會比較嚴重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稍微洗一下我們豆子的話 對你的幫助就會很大 那當然如果你在家裡面 譬如說你平常清潔呢 做得比較好 常常吹酒吹 或者是說呢 你用的豆子 它的差異性沒有很大 平常就喜歡喝中焙 一直都喝中焙 喜歡喝淺焙就一直喝淺焙 只要你喝起來的時候 絕對沒有被干擾的話 基本上還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居家有一些居家上面的 便利性吧 咖啡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生活當然好喝跟便利 我們都要一個平衡辣 關於這種小技巧呢 先抹一點點豆子清潔磨豆肌的動作呢 可能會麻煩一點點 但是呢也可以讓你的 咖啡品質稍微提升囉 OK 好那我們今天Evac Q&A說到這邊為止 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 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